但是他两个打野应该会赢一个 班卢贤 那看看一抢 格温现在还在外面 是的 对吧 直接描写佛爷哥 那威吾尔的格温可以选 格温加盲僧 先一阵量 主要这个版本大家也渐渐发现 其实在这个野区的位置 盲僧在得到小小加强之后 大家凭借着自己的这个绝活能力 又能够把他不停地带回到赛场了 而且大家可能忘了一点 可利的之前就是纠集盲僧人不利 但是这边也有话说了 我冠军皮肤 你什么皮肤 对吧 喂 想锁 想先试一下吗 我感觉还是盲僧稳一点 看一下 盲僧的 我觉得NOC可以 而且最近的比赛是接连出现了好几场这种 像NOC卡牌的这种双支援的体系 对 关灯飞 很恐怖 对后排的限制非常的大 先出AD了 这列纳塔被拔了先选个恶飞流失 感觉 也有垂直或者泰坦 都可以配 而且你说这边左边可以直接赛纳塔姆 从对线上来讲 对 这把赛纳塔姆还在 就是看你舍得得舍不得让林伟祥去玩一个赛纳 然后给比较负责开船的小航去玩这个塔姆了 还是说方布拉斯对着发育 小老虎前三手出剑击 也还可以看到格温选了 直接选 康他一手 这个对线怎么说 我感觉格温也不是很吃亏 这个对线 而且如果发育到后面呢 有没有说法 发育到后面 剑击整个大荧幕刀不是随便带了 对啊 就随便带来 再变态点补一个破剑者 再加双输赢鞋 就上一把那个 对 上一把就是那吸血鬼打剑击完全不掉鞋 就扛着推塔 把泰坦给抢了 但是这手就算抢了泰坦 其实马克还有莱奈娜 对啊 有曙光可以打 正反手双坦 而且最近好像也有人开始用塔姆去打这种组合 还有布隆 布隆是最好打泰坦 对 都是偏反手打泰坦的选择 那感觉这手布隆可以锁 而且本身扶耶哥也是挺怕布隆的 如果锁了打也会被搬 就主流的盲僧应该会没了 然后现在比较主流盲僧狗熊这种英雄 就NOC刚才也亮了 有可能也上班位 那小天这里就是 有个巨魔 也还有个巨魔 巨魔和胃 对的 巨魔和胃 就考验打野英雄值了 是的 继续搬AD 哦还有一首波皮 也还可以 现在这个版本 对 这把打泰坦跟破卫王还可以 是的 看一下方普拉这边怎么说 继续搬Night的英雄 我们也提到最近Night的状态是非常好 KDA是来到了接近14的状态 其实开赛打了有几个BO3了 能够保持这么高的KDA 说明真的是状态不错的 是 看淘博这里还要继续搬JK Lab的英雄吗 现在还有个EZ在外面 林伟祥 不好意思 搬林伟祥的英雄 把这个滑板鞋给搬掉了 就是你要拿金克斯你就拿 因为前面其实方普拉子拿到金克斯的比赛表现不是特别的好 是的 来看一下方普拉这边最后一手 但EZ加泰坦感觉一般般 这把感觉 很抽象 因为只有金克斯这种了 是的 只能搞金克斯了 但感觉金克斯又是放给你的一个圈套 就是 你拿了反正你对线也没什么说法 然后我打到团上可以针对你 果然还是搬了小天的一个芒僧 看看这一手要不要出刚才晾出来的位还是拿我们讲的这个锯模 或者NOC 赵信双圈 德马西亚皇子 这个英雄在12.12是得到了加强 但是11其实没有动 还是锯模吧 我觉得真的锯模现在是 空图稳一点 而且是这种涛博前期要节奏的情况下 小天能够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 拿到锯模的情况下 雷卫翔这边怎么选 休息英雄直显 但是现在好用的AD真的不多了 真要EC太坦了吗 EC太坦吗 对 因为有个锯模 他选金克斯会就被顶个柱子很难受 打团玩不了 对 但还是硬选就打团 得要个打团厉害的英雄 因为现在方普拉斯整体来说打团 因为上台是个剑机 没有什么AOE能力 而且Care这边得先出 再选一个能守中线的AD 那Care要拿个什么样的英雄 先出个加利奥 这个版本加利奥还可以 但是先出兵女 那场拿塞拉斯 对 就是打塞拉斯 看没有压力 卡牌 首先然后再加上后面可以保守剑机的单带 但他选卡牌还是可以选塞拉斯的 对 还是选塞拉斯的 所以我刚才想说可能加利奥还可以 而且这把有个泰坦的大 金克斯会更难受 是的 这样最后的Country 留给Night也是拿到了一个塞拉斯 而且在12.1版本 其实塞拉斯的出装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现在我看这个比较主流的有两种 一种是这个双面具 对面具 就是大面具加小面具 还有一种是出这个直接舍弃了遗失的 张杰的系列直接出这个火箭腰带或者暗夜收割者的 因为暗夜收割者也加强了 对 爆发流塞拉斯 就看看这一把了 怎么说狼行被削弱了 塞拉斯现在看三级那一波是绝对有限权的 对 就是也看一的准不准 就是一到了就直接卡牌就玩不了了 而且咱们今年加入的这个对线强度对比真的有说法 现在已经变成塞拉斯55% 卡牌本是45%了 所以来看看这一把双方有没有机会 在狼行点到的这个中路的对线线权上 达到一个领先 好 今天的第二个比喻战 由方PLUS队上涛博 一上来这个比赛是有一个小小的暂停 没事 毛毛已经很有经验了 刚刚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暂停 是的 论暂停你经验比我还丰富一些 这把进来因为暂停的时间很早 我们还没有看到太多重要的信息 那我们跟着刚才的这个话再说一下 因为两边的上单都是比较需要自己在单线玩的 那如果我们假设啊 如果这把卡牌没有限权 你觉得这个剑机会不会巨难受 卡牌没限权的就是 那个涛博中也去抓剑机了 然后这个对线上来讲 上路可能本身也不太大 就上路到6级 其实格文是打剑机不吃亏的 前面也不会很难受 这个对局就是前中期都还好 都可以接受的那种 一起发育 对 就发育的 然后到大后期剑机可能更胜一筹 对 而且我发现这几天比赛看下 就是12.11之后 格文的BP率在咱们两次还是特别特别高 然后大家可能都有一个疑问 在这也可以问一下 就是因为他其实回调 是调到了12.07 对 把牌一改回去了 关键是他还倒扣了 就是他把原来W是 但是为什么这个英雄还能够 在现在这个版本有这么高的一线级 就他先选没有什么特别好打他的 然后他自己也能玩 除了杰斯那种 纳尔 原来那种 纳尔 杰斯 凯南 但到6级之后就都还好了 就都能发育 然后发育着发育着打团 我就是比你有用 比你猛 而且这个英雄你总感觉选下来 好像打到后面 你就心里 很稳定 很踏实 所以大家也在讨论就说 是不是因为还是这个 不受影响 有点厉害 这个机制真的太厉害了 主要还有就是 康德他的英雄 像杰斯那 这个版本都不厉害 再加上凯南 跟随着版本 大家变肉了 会发现凯南的效果 也没直接那么好 然后玩阿卡丽的人 相对有点少 就是玩那个 上大阿卡丽的人 没那么多 中大阿卡丽 现在玩的都不是特别多了 我们导播这边 发过来的原因 我来看一下 林伟祥选手 反应设备 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问题 目前技术人员 正在对选手反应的问题 进行检测和查证 请大家耐心等待一下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 同步最新的进展 这个我必须得再问问 咱们狼行了 对吧 这种是不是都比较快 就解决了 就是一般要是 设备有小问题 因为我们常说 因为之前没有 职业选手来解说台的时候 我们常用的一个说法 就是说 大不了给你换一新的 有那个准备另外一套的 就都会背的 而且我是详细阅读过 LPL的那个规则书和选手手册 里面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说是什么 就是选手首先是 你拿一套吧 你还会提交一套 对 你提交那套如果出问题了 现场还会给你准备一套 背背用的 就是那就是官方的 对 那个型号你选不了 但是一定能让你用上 很贴心 所以一共你有三套设备 但是我们发现 这个问题很快就解决了 来吧 我们回到今天的这场 BO3的第一小局 中路是一个起风密集的卡牌 感觉中路的对线 就看塞拉斯三级那一波 对 二段一能拉到卡牌 就直接对线结束一半了 要看塞拉斯玩的好不好 是 塞拉斯这个英雄 也确实是看熟练度的 上下线比较开 对 就看手法的 手法英雄 感觉上路两个英雄 这把威卧的直接选择 带致命节奏了 要打强势的 这一级可能是要拼的 对 直接想进野区 而且这是领先一把火啊 那感觉 可莉的这里能发现应该 但如果藏了再出来 可能就不对了 要被抢了 可莉应该要走了 要溜了 对 这也拼不了 直接三郎 打三郎了 看小天意识到不 小天感觉要交趁过来 不让刷三郎了 对 要是意识到的话 直接过来了 看一下直接来了 两个小的破贝王吃不了 那这样升不了二级 破贝王非常难受 两个人在这儿 聚模等到了自己的Q好 把这个狼给一口咬掉 亮了一个表情 很强势 很强势 这波真的很强势 这波上路也帮上路缓解压力了 嗯 而且剑姬是知道现在方圆半途之内 我没打野 对 就是不敢乱换血 下路就出现了我们说的那个问题 就是布隆打太坦 这个换血上面太坦很难先手 嗯 勾上去吃亏的有可能是自己 我看杭好像一级学了个盾 对 对 他一级学了个盾 两个换血 对 翠曲 今天三 今天第一个BO3三场爱不爱 都是翠曲输 是 我感觉这个版本 AD确实可以考虑翠曲了 呃 其实咱们联赛呀 还不是那么喜欢发育 这个LCK AD直接就TP了 呃 TP加翠曲 哎 这个是究极发育 还有那个EaseRail女神类 然后回家补个翠曲踢回来 呃 是的 对的 究极发育 哎 抢个三级 知道剑姬这里没达不六 上来捡一套 搞强势在E上来捡 有火的呀 对 这个 对线很成功啊 然后致命节奏 前击小老虎也不敢回去对拼 而且还是那句话 没打野 随便压 对 打野短时间上不来了已经 小天又包过来了 哎 想抓中 要抓中 KR这波先送过去 自己蓝Buff不要了 直接动中路 看一下 要顶 一顶顶 OK 这位置感觉死了呀 闪现躲E 黄牌能给巨魔吗 可以 给到巨魔 但还是在拉斯跟闪 对 伤害够了 哇 这波也是知道你烦我 哎 可惜车漏了 没吃到 没吃到 但没事 这老一点这些成绩了 人头拿到了就可以 再老一点闪现啃了 是吧 那个 排位里面有 急事的发育 7比5 这个 在2022年的夏季赛 布隆的登场率是得到激增 主要还是源于布隆 之前也有过小家强 对 而且板子越慢 其实对于布隆来讲 他打团的一个发挥是越好的 其实下路这个组合两边还是都能保证AD发育就都满足了 这个感觉回到了之前啊 荆格斯打厄菲流斯 是的 就互相推线 但是这个版本还是这两个英雄都或多或少的有点弱了 是 但我就是我记得是 有想法这波可能 小航在这藏有闪子 先骗一下李维强 交闪先拉开他自己没有进化 没有进化 被盗出了 卡内加育强可能要先将待在这里 能不能杀JKLAV JKLAV也被打出这个魂 可你能捡一手 他捡起来 恶菲流斯好像有点弱呀 这个魂捡了感觉不如不捡呀 是的 就前期的AD 尤其是恶菲流斯这种英雄 真不如火焰哥 但布隆加剧魔前期他也能打了呀 对 而且还是致命节奏的剧魔 那这波打完 其实下路感觉也很难受呀 刚才在整个人狼兄就提到说 这把首先卡牌你不能太劣势 但是第一波抓完卡牌交闪死了 然后这一波三打三 连伟祥死了也很伤啊 感觉很难打了已经 对 天歌节奏有点好 是的 天歌节奏真有点好 他是从一几开始有一个设计 然后把破败王给打捏了 从上到下 一路抓过来 就是他虽然没抓上路 上路给到压力了 对 压力 然后他中路抓死一波 下路抓死一波 下路还打赢了 把对面打野也多杀了一次 节奏起飞 等一下在五分钟刷个F6 等于下去空调楼 嗯 看看啊 接下来中期 FUNPLUS能不能找到一点节奏吧 我觉得这个阵容最大的问题还是 卡牌如果动不了 那大家对线 一打一或者二打二都很难出问题 就单论对线来说的话 真找不到什么机会 嗯 就只能等卡牌去飞 哈哈哈哈 小老虎这里经验也还可以 哎 取消了 他也直接取消了 对 两边都在博弈 都在骗 都是骗 两边全在博弈 是的 这边威卧尔的出来亮个表情 又搁那儿回程 这次是真回了 是有GP的 但现在威卧尔的心理踏实啊 队友本身就是一个优势 而且KARE在中路现在有点动不了 塞拉斯马上就可以偷他的大招了 因为卡牌也没闪的 还是有很大压力的 不敢乱推线 先换一套血 下路有四包二的想法 卡牌开大了 直接开大了 克里德也在来 交GP直接硬保 KARE过来给了转黄牌 对 就你先定了一下 要先击我解决辣狗 在这边的话 小黄已经扛不住了 先倒掉 交了个死亡闪现 穿一枪出发最后快感 凌卫尔的拿下一个双杀 但是扛了防御塔的伤害 实在是太痛了 克里德想过来 被珠子卡一下 见面的是一个小天 克里德是没有闪现的 小天也没有闪 追不上了 是的 拉开了 他感觉奈特很舒服 奈特直接收两个头 而且他下来偷了个泰坦大 再加上第一时间月塔的泰坦 是被布隆被动 牢牢地给定在塔下了 其实这波月塔不转 主要是 即使你让林伟强拿两个头 但对面这个塞拉斯肥起来 左边好像都没 拿他没什么办法 对 对 但看这条小龙 克里德意识到了 来得及吗 八百滴血 先是小惩剑 平成 七十三 被天堆拿到了 但后续过来的马克 卡住了对面的人 走坦拉布过来 是营业带追鸣 留住三个人 塞拉斯抢 直接掳住 克里德也被击杀 一来一回 这波相当于 克里德连死了两次 而且龙 第一次没死 所以还没拿掉 直接死了三个人 这波 这波节奏有点大 郑奈特 郑奈特很舒服 中路直接踢到下路 收两个头 再吃下路一波冰 过来 小龙又捡一个头 直接起飞了 菲尔要失忆了 这把 七层戒指 究极肥的赛拉斯 而且上路 还是碍雨 两边都没打野的情况下吧 这个点火和 军季节奏的格文 一直能推陷 来看一下这一波 富龙第一时间 给这个泰坦挂上了被动 导致泰坦在塔下 泰坦没动 然后直接交了个死亡伞 而且甚至这波泰坦是副作用 对 他让对面的群体偷了他的大刀 是 下路又在打 红白刀的 投的卡牌 大直接飞过来 又杀一个泰坦 有从戒指了 大胆一点 那台MVP了 啊 这么大胆吗 这么大胆吗 你这大胆也太早了吧 你要知道我们平台台上 这样说是背负着很大压力 我们不敢这么大胆 就两个压力 一是万一被翻了压力很大 二是万一真赢了 但是后面有队员 其他队员表现也很出色 你这个8分钟下了一个MVP的定论 给你一次机会 改不改 不是 我感觉这把真的优势有点大 给你个观察一下的机会 看一下这条先锋 这条先锋 方plus 双路直接来了 这条先锋方plus 是要拿的 下边给了个回放 又是布隆碾住了嘛 对 然后偷了个卡牌的大招 塞拉斯偷了卡牌大 直接下来 这表感觉交的有点浪费了 也只能说尽力在操作了吧 没办法 对 就现在塞拉斯太肥了 这波能找到机会吗 马克也在赶过来 那小航是没到6级的 还在扭 有个进化的 W戳到了 进化交出来给盈彦 想A出被动 秒小航 没有秒掉 回血正把血量给抬上来了 没办法 没角度了 这个位置 而且刚才闪现是差一点点的 三包叶 格温这位置有个打 不能夺狂牌 他不受影响啊 贴到圈里面去 硬来 通关键你斩出来 可以伤害够了 有个火吸不动 那这两波打完 其实他们俩 小好起来了一点点 对 给你个机会 改吗老师 有个再观察的机会 给你个再给你个机会 改口吗 再看看 再看看 再观察一下 对 得观察一下 所以你看 你年轻的 关键奈得很肥啊 就有点喜欢下图论 对吧 但翔哥这波也很肥 刘雨翔 是啊 而且 他这波直接一塔 就这个也是 先看这一波 小老虎在眼上回了 马克这边想要 稍微打断一下 对方的回程 就是刚才这一波 方普拉斯的操作 其实 哎 中路勾到了 不过两个人伤害 应该是不够的 就是一个夏季赛 我看很多战队的主旋律 就是我在打先锋 那波双人组 换到上半区 打完先锋 顺势 找机会利用双人组的优势 越一波上 或者利用 AD直接在上路 越一波上 越不成我也放先锋 靠着人多的优势 把这个上路一塔给拔掉 对 对 就是运营很好的 那种情况 是的 就我记得前几 前几天的一场比赛 TT就是这样做 但是他们刷路又走下来了 导致刷路特别特别亏 但那把还是赢了 对 所以就说现在 因为先锋这个版本 包括节奏很慢 先锋重要的这个版本 大家玩了越来越多 我觉得对先锋的这个运营 也出现了非常多的分支 对 用法越来越多了 精细其实打回来不少 对 打回来 这波打回两三千 基本已经追平了 已经持平了 他问你 就是现在 Night这个赛拉斯该怎么去处理 因为现在这段时间里面的话 Night这个赛拉斯的 作战能力太强了 感觉这条龙 如果方普达斯想接的话 就能见机推完线硬去 就推完线上带来支援一手 但是小天这位置 直接赶过来了 想动一下小老虎吗 想留 想留 小老虎这边是有闪有大的 看一下这位置怎么跑 交闪线过墙 有个柱子顶一下 而且吸了大招 但吸到了 这位置有闪 塞拉斯来了 W挡一下 有爆炸果实 交闪有双 这波硬杀了 硬杀了 下路二打二打起来 太太大给到Jack Lab Jack Lab迎宴 打了一套机会 已经是后 罪名定住 有真正的卡牌大招 但塞拉斯又一次 利用TP出现在了下路 哇哪都有他呀怎么 两波都是TP 这卡牌人都很郁闷 每一波开大招 怎么都有一个人踢到下路啊 是的 就有点在想 你是卡牌 还是我是卡牌 对啊 就卡牌现在反而是 完全找不到节奏 每次飞 总有人先到 嗯 那这条龙 套博也可以顺势直接空了呀 是的 而且塞拉斯正好支援到下面 可以再回中路吃线了 对 6-0了 看看中期方克拉斯能不能找到机会啊 主要还是你打算 如果处理不到这个塞拉斯 好像怎么都打不了 嗯 感觉中期方克拉斯想要打的话 至少得拖到金克斯两件套吧 嗯 哎是个风龙哦 还可以 压力这么大 相信就是风龙 是的 真还可以 对方克拉斯来说 就能拖一下金克斯法语 然后看一下中期打团 能不能跑起来 就是 嗯 想动一下奈特 十级的塞拉斯 这两个人不一定弄得死 这感觉晕倒的伤害都不够呀 对 奈特这波是又偷了卡牌的一个大招 找奈特偷卡牌的大招 上下两条路压力会很大 不敢压线了 而且他现在你看 只要在中路稍微往边上一靠 这个方克拉斯边路的人就得往后扯 嗯 对 他们现在的沟通应该就是 对面有我大小心一点 等他这个大消失 等他大消失 大家别推线 稳健 打断一下 打断一下 但有个打不了能跳一下 而且主要还是有塞拉斯偷的卡牌大 你不敢开 是 这位只开了塞拉斯直接落地 把你给反杀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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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问题就是打起团来耐的是个塞拉斯 现在补了快表出来的话 方马拉斯可能没那么好处理 偷来的卡牌大招也马上过期了 看看会不会最后用一下 看个视野 开了 小路切 把这个大招开了 看了一下破把王的位置 原地飞搞 面对面快船搞一下 其实方马拉斯我觉得也渐渐地把这个节奏稳住之后吧 尤其是看中期剑击这条线单带 因为刚才狼仙也提到就是说剑击如果打到后面出一些像 磨砍这种装备 或者甚至破剑者这样的装备 边线也会打格文有一定的优势 对能拉扯 对所以也看看如果不行中期能不能靠小老虎这条线也牵扯一下 否则你真正面去跟这个六缸领的塞拉斯钢虎是非常困难的 对再加上方马拉斯有个卡牌在 对 可以保着小老虎去单带 而且后面剑击是不是很怕卡牌这种英雄的 就是你那张牌丢是必被挡的 就是正常操作的话 嗯 第二条先锋也是方普拉斯控了 感觉下波团战还是要看下条小龙了 但就是因为是风龙嘛 其实方普拉斯放也就放了 嗯 下一条其实也可以放 嗯 下半局 Jacky是靠着自己的这种快套把 有人再绕过来 小天逮到李维祥 李维祥有车站住的卡的位置有点太好了 这也没有地方排啊 我感觉排这个眼也太危险了吧 只要自己的野区一片漆黑 如果是运营的话 是的 或者你就老实一点 轻那个二塔的兵线 就站在后面 对 轻二塔后面的兵线 那感觉也是挺危险 也可能会被运 对 就站在二塔的嘛 嗯 因为维吾尔的这波也是去倾向的 然后对面人很多 看一下 感觉 他也可以稳一点这波 这波格温稍微稳一点 就是这个二塔放了 然后手下一波线 这个先锋也是撞不出来的 嗯 对 看一下这条风龙啊 视野上面 方普拉斯现在更好一点 而且刚才中线 是被Jack Lab推过一波的 但是这条龙 我感觉方普拉斯 可能不太好挤进去 这野斧把位置给卡住 那现在这边是少人的情况下 勾到了Mark Mark手上是有闪现的 黄花再给一下 这个盾挡了好多的伤害 旁边 气固一面是个绿道气固一面 后面有个让后的机器 而且间接的TP还没好 差一点时间 这边可能会出现少人的情况 Viverr已经过来了 通关田里先斩出去 是偷来这个通关田里 耐得手可 表面的手上先减小 想要被剪掉 手上还有大招 然后Viverr再继续追击 这边战场的话 已经完全打不过了 就团刚打完 间接TP刚好 然后才刚落下来 这不就是少人 而且开步龙 是一个不太正确的决定 他这个盾挡了好多伤害 他一个盾一个闪现 拉扯开了巨场的时间 再加上Night进场 虽然第一时间强卤没卤到 但他用通关天灵进场 然后用自己的描表 躲掉了对面正版的通关天灵 属实是 盗版比正版有用了 这波 是的 12层的输了 风龙一拿 而且这一波还给 这个格温也吃了个头 对 感觉这波方plus决策有点 就是不是很好 因为他上路少一个TP了 TP还差一点时间 然后正面如果打起来的话 一定是少打多 而且然后你先手勾一个布龙的话 就布龙能顶很久吧 你也秒不掉 然后还要被反手开 林伟祥的位置就很尴尬 直接被TALK裁了 然后只能交闪过墙 我觉得第一时间小航 可能没想给这个深海冲击 但是他一看大家的技能都上了 什么黄牌 什么绝活者手雷 那我也就别拘着了 对 也有可能 对啊 我也把这大给他灌上 把杀了再说杀不了就算了 但伤害是真不够啊 没办法他有盾啊 坚不可摧 这个技能也是英雄来梦当中 我觉得最硬的技能了 是的 他这个直接盾一支开始打 百分比减伤啊 嗯 哎呦 还是被炒死了 是的 一滴血 喝凉水都CR呀 这个运气差的时候 这防普拉斯有点找不到节奏 对想换一个塔 因为萨拉斯 再推上塔嘛 然后自己想推一下下塔 三个人来包扶威卧的 小天在后边 但威卧的这里扛不住了 好像直接先被杀了 其实这把对威卧的这条路 针对的还是挺到位的 防普拉斯这边 对 但无奈还是 浅气让这个萨拉斯 拿了太多人头了 是的 防普拉斯董啊 帮剑基 中后期如果 有优势的话 中后期是能带的呀 是的 而且运营上面 也更好操作嘛 再加上真的 这个风龙的问题 你正面就算不能打起来 也可以让剑基在边线想办法 对 就是然后风龙龙魂 也没有太大 没什么太大影响 对 是 而且真往后期拖的话 涛博这边 没有太多人 能去处理这个陷阱 嗯 感觉对于套模来讲 可能得想想除了龙魂之外的办法了 但好消息是他们有恶非流斯这样的英雄 嗯 可以找机会去偷大龙 嗯 或者直接用大龙逼团 绿白刀直接大龙逼团 其实就是给对方剑基 争取一个发育的时间嘛 嗯 就等剑基三剑套的时候 就比较难处理了 对的 而且还真的就是这个 对面也打得挺耐心的 帮布拉斯在前期有点巧劣势之后 没有再给太多机会了 对 就管哥刚刚也说到嘛 拿大龙逼团 就剑基跟格温这个英雄 打到团 那就是就比不了了 反过来了 对 就是格温打团会很猛 所以这把帮帮斯 就只能依赖剑基的 担待去牵扯 嗯 正面团除非有失误吧 我觉得正面团除非就是进场 第一个人非常快 没开出技能被融化 让这个金克斯出发被动了 嗯 那我觉得正面团要得打 是的 因为这个左边的打野跟AD 是最经典的那个双启动嘛 咱们看了一年这种阵容了 就是只要开始死一个 就是一个良性循环 对就开始追击了 对 而且就捡一个 那边跑起来一个 但是很难啊 因为你第一时间 塞拉斯有中亚 然后格温有立场 布隆也有一个野巨魔灯西 很肉 对吧 就反正我觉得正面打团 这种情况是比较少见的 还是得看剑基的 是的 好吧这边想逼一下中塔 格温也往中路赶 但塞拉斯还在带上路 应该就是想Poke一下 秦桧宁也交了啊 这一波 对就打一下血线 嗯 上路塞拉斯的单带 还是玩稳的 等下一条那个风龙刷 是的 格温 牢牢拿下来 是的 格温还在就发育 奈特这个位置有点深了呀 看一下 方普拉斯想抓这位置 直接飞了 克利德也来 交TP 三个人抓 跟闪 那奈特这位置 好像有点难跑了 开卡牌大能不能走 偷了一个大之后 通往天灵上来 火箭也到了 奈特这边没有机会走 被克利德下一发 打不六命中 一千块给到剑基了 那这个情况好像真不太一样了 这一千块给剑基 想逼大龙了这波 纠集大地上去要逼大龙 而且这波是有大龙的角度 这波耐克真的有点不小心了 而且杰克拉伯的枪 应该要切出营业了 但是他没有大招这波 先看一下大龙的情况 六千血了 这边的话得靠小天去抢 先给个大招拦一下 这个大招跟没啥可以 要先找小航 但是一对控制给到的小天 真是大龙三千血 暂时没有人去打 这边都非常能捡 捡进去 所有都变成了残血 林伟翔拉到一个侧翼的位置 没有办法继续输出 维吾尔又粘了上去 林伟翔有点A不动啊 大龙对淘宝成功都给接了下来 不是 我以为他们就打一下 逼个cp 对 然后他们的选择是 直接缩进去了 关键是这个位置格温一个大 布隆一层 格温加布隆 对啊 这个位置 这波好在是 杰克拉我刚才中度打完消耗去了 没营业的一波 如果有个营业 我觉得这波死得要更快 但当然现在已经是零化五加大龙了 就这波本来 耐克在第五层 耐克在第五层 对 他是纯纯的勾引 对 只能说这波本来是 5class本局最好的一个机会 硬让他们变成了直接加副剑 是的 让他们变成了直接下一个游戏的 这个启动剑 你看这波回放就是 中路已经自己的人已经毙了 辅助毙了 然后中路线还没推过去 对面miss 然后这里他在带二塔前面的兵 确实有点给机会 而且抓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都没问题 就是大家追 包括公志留着不让你大招跑 都没问题 然后逼大龙也没什么问题 对 我觉得就是最多你打个梯 或者说来人选择开 我就是也OK 所有人缩在一起是什么决策呢 我感觉这个时候小航 其实已经可以提前出去把团开起来了 然后方法斯可以逃为上去打 或者是撤退 这波全剪了 对啊 就布隆和格温这位置直接无敌 而且大龙化大家的魔抗剪一剪 格温更高兴了 是的 这波团等于给格温加个法穿杖 是啊 就这种感觉 GKL无压力输出 是的 狂A 就拿个营业在后面疯狂喷 这波打完的话 那刚才那个剑技的1000块 没啥用了呀 等于没拿 拿了1000块送出去5000块 然后他现在带线也带不出去了 对 带线的那种很烦大龙BUFF 就是你推不动 推不出去 而且你正面的压力太大了 是的 即使你真的能带得动 你正面队友守不住 你回来要一波了 那种情况是 然后你中路没有线 也很怕你在边线带线的时候自己被抓 现在开始分带 奈特这边在下面 看看小老虎会不会上头 给BUFF中路兵还很远 感觉TOP这不可以转下尝试一下 但是不来 直接等中路兵线过来 嗯 转中了 可以 看看能不能至少破一路吧 嗯 直接五个人抱团推中 已经偷看他马上了 直接硬点了 就方巴拉子也守不了 中路高定没了 那下路线VWord想去带 P信号了 这边直接去带 小老虎去叮一下这个线 想要两路 想要两路 因为如果拿两路那一会远古龙 你是很难出来争的 嗯 主要中下的兵线压力都会很大 而且就是两路过程中 如果死人是有就会尝试一波的 对 啊 是有大龙BUFF的 是的 来看一下 推的还很快 这个不好手啊 得撤退 直接 直接硬推 KLID是断线的 这个柱子很妖利 李维翔被击飞了 没闪现的 李维翔可能被秒掉了 第一时间激活秒掉这个小影 格温非常的能打 把小昊也没结束给留了下来 可能要一波结束比赛了 这样 KLID选择把下轮线 清亮的是KL走不了 中路的明显续上了 好固然的一波Juice 小老虎最后捅了上去 想先换一个Night 但Night有个金身啊 TripleQ收尾的JGLAB 直接一波了 结束比赛了 恭喜涛博 恭喜涛博吧 对 恭喜 其实在前期拿到 比较大的优势的情况下 番class做出了一些回应 但是最终随着一波 比较奇怪的大龙决策 依然是没能够让翻盘发生 我们恭喜涛博 而且啊 在今天狼行加入到解说席之后 没跟大家说一下 依然我们还是有两票 但是